國民黨專化市長初選民調結果出爐 由出身捕蜂世家的前新議員黃玉芬勝出 但一席致辭感言 卻讓同黨臉色好尷尬 想舉例來跟黨內同仁證明自己的實力 只是舉例對象是民進黨的新竹市長林志堅 站在一旁的國民黨專化縣黨部主委 蕭景田先是王又喵 看黃玉芬侃侃而談 有點尷尬還浮了眼鏡 就連黃復興國民黨的專化縣黨部主委 也斜眼看了黃玉芬好幾次 甚至還有黨員直接退黨抗議 三十九歲 因為我剛好三十九歲只是單純這樣 黃玉芬加入國民黨至今短短四個月 藍營人士認為如果真的要舉例 彰化縣前縣長卓伯淵選縣長也不過四十歲 現任縣長王惠美之前當上陸港鎮長 也才三十八歲 尤其選彰化市長還要與母雞王惠美搭配 硬要舉例林志堅 退黨黨員批評實在不妥 對於黃玉芬言論引發黨內不滿 王惠美未針對此事回應 只是就怕參選之路收了同黨支持 黃玉芬說已經致電向前縣長卓伯淵 縣長王惠美以及對手張東正 未來會一一進行寄議 三線新聞許書為彭中 報導 北新嘉莉高達 北新嘉莉高達 北新嘉莉 東來紫燯 中間 北新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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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